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往后看我们也相信我们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的起点上 我叫雷震 2015年到澳门定居 现在在澳门珠海两地创业 专注做以纳米银为代表的纳米金属材料 纳米材料是指在某一个尺度上做到纳米级的材料 那么我们所做的比如纳米银线 是将金属白银做到直径只有20个纳米细的线 大约像头发丝的万分之一那么细 长度和直径的比值能达到1000倍 这是应用我们纳米银线技术拍升出的纳米银薄膜发光产品 可以用来做薄膜发光的路牌 它只有薄薄的不到一个毫米的薄膜 但是通电之后能够主动发光 这样极大的提高路牌的识别性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体现 我读书是在清华大学读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2010年的时候第一次创业 我们发展很快几年时间也做到几百人的规模 但这个时候发现其实触控这个产业非常大 基本上都在中国 但是上游材料却受制一人高度依赖进口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一直在寻找新的材料的替代的方向 看好了纳米银线技术 于是我15年来到珠海 二次创业的时候 我们就选择了做回自己的专业做新材料 刚刚起步开始创业 连做公司是怎么回事 需要什么可能都很陌生 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遇到各种的困难 团队技术资金市场等等一点一点的克服 其实完全可以去找一份很好的工作 也有很好的至少几倍于现在发给自己的工资 有假期可以到处去旅游 也很光鲜 但是呢 我们选择来做一个创业的企业 高强度的工作 七天二十四小时 我觉得这是创业公司创始人的一个常态吧 所有的问题你都要去解决 持续的这个环境如果有细菌病毒上去都可以变大量 纳米银材料两大应用 一个是柔性透明导电 另一个就是消毒抗菌 那我们之前的重心放在柔性透明导电这个领域 但是疫情发生之后 我们马上组织了人来开发了纳米银的消毒抗菌的产品 纳米银的材料呢 抗菌性能非常好 杀菌率99.999% 并且呢 它不燃烧 非常安全 而且没有任何异味 不腐蚀 相比于传统消杀产品 能提供一个更安全的 并且能够长效的一个防护 当时的情况还不敢全员复工 那我们就少部分人大家通宵达旦 坚持干了一个多月 我们很快地把这个产品 从实验室到各种验证测试到量产 全部完成 经过检验批量推向了市场 反抗非常好 很多的学校 医院 工业园区 政府大楼 公交公司 都已经在用我们的产品 也有很多通过海外贸易 消到海外去 其实从我毕业到现在 我个人的感受是非常深的 但那个时候 因为整个新材料领域的产业化 在中国还不是特别的好 特别的强 所以其实没有特别合适的 对口的就业机会 那经过这十多年的发展 我们在电子制造业领域是 亲身经历 并且看到中国制造 在一步一步地成长 崛起 成长到今天成为全世界 最大最强的一个制造业的中心 那珠海本身和澳门一一带水 地缘相近 人缘相亲 那珠海又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有很好的环境 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 和很好的政策和创业环境 你像99年回归的时候 你很难把整个澳门社会 跟创新科技 这样的一种感觉 练习起来 但是今天其实 20年的时间 你再去看 科技创新和科技创业 已经成为了澳门的一张新的名片 国家大湾区的政策出台以来 由于这个湾区共荣发展 珠海和澳门之间的 这种交流互通各方面 都越来越好 其实给我们在 珠澳两地生活工作和创业 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 也有了更多的商业的机会 我们也希望 取得更多的 扎实的成绩 来回报这些鼓励 回报这些关心